如果问各位玩家世界上最大的游戏公司是哪家 各位可能会从Sony,Microsoft和Nintendo这三家公司组成的铁三角中选出一家 有的玩家可能会说 那么多人玩Switch 马尼奥和塞尔达的销量那么高 人间堂才是当之无愧的游戏业霸主吧 但如果现在我告诉你 世界上最大的游戏公司其实是中国腾讯呢 之前我们有做过一支影片聊到玩家们为什么抵制中国的游戏 腾讯可谓是没少被骂爆 可中国真的没有好游戏了吗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玩家机密 我是Zero 在中国 几乎80%的年轻人都在玩手机游戏 其中更是百分之百的人都玩过腾讯旗下的王者荣耀 和吃鸡的中国版和平精英 2020年以来 原神更是一直占领着Google Play,App Store和华为Gallery的免费游戏榜单前列 原神是中国第一个像鱿鱼游戏一样大规模文化输出的成功案例 其背后强大的资本力量以及饱受争议的游戏内容 和微交易压榨玩家的盈利模式 这里我们就先不深入讨论了 抛开原神这种快节奏的手游不谈 最近很热门的中国精品游戏 像是光明记忆无限和风来之国 你知道它们都有什么特点吗 没错 它们都是独立游戏 你知道光明记忆除了配音 都是由一个人完成的吗 你知道风来之国活灵活泄的人物 引人如胜的故事 以及令人流年忘返的音乐 最开始只是一个由三人的工作室 花费五年的青春岁月打造的吗 你可能会理所应当地认为 中国这些优秀作品都是大厂商大投入 well 很可惜 你错了 影片开始前请记得点击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来支持我们哦 首先呢 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些中国中央历史吧 中国真正的现代历史 要从改革开放说起 时任领导人邓小平在南海画了一个圈 改革的春风吹入千家万户 与此同时 西方的文化好像极可难得的野兽一般冲入中国 肯德基 大众汽车等等等等 这一切对于中国人来说都是全新的 80年代全球电子游戏行业也是百花齐放 但是高额关税以及比起西方来说 普遍相对低的收入 让中国人民难以享受到这些电子游戏的成果 同时 缺少智慧成果保护的意识 也使得中国玩家通过另一种方式 认识到了各种经典游戏 兼容机 小霸王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它本质上就是对FC的立项工程 低廉的售价以及更加低廉的盗版游戏卡带 使得超级满力游戏成为了8090后的重年 2000年一时 索尼看到了飞速成长的中国 并想在中国发布PS2抢占市场先机 一切看起来游戏在中国将会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然而一纸禁令决定了未来十年甚至二十年 中国玩家将同世界的优秀作品无援 人民日报上 一名家长发文痛批 游戏是电子海洛英 男孩完了以后考不上大学会变成抢劫犯 女孩完了之后会变成妓女 这样一篇看似毫无逻辑的文章 却让很多无能的家长找到了可以怪罪的对象 于是游戏等于电子海洛英成为了一个萦绕着整个中国的阴霾 中国对于游戏主机和游戏软体一半就是十四年 2014年腾讯以电子经济的概念引入了英雄联盟 受自贸区政策鼓励 东方民主文化以及索利中国将在上海自贸区设立两家公司 游戏禁令在政府的沉默中不言而破了 可是游戏版号又成为了随之而来绊脚石 简单来说 就是游戏要经过政府极度苛刻的审查 就像乔治·奥威尔人1984里描述的那样 报纸新闻被改得面目全非 而2018年更是雪上加霜 中国停止了游戏版号的宣发 而且宣布要精进审查标准 并且制定了新的防沉迷政策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游戏里面血液是绿色的 连骷髅都长出了肉 而真正向中国游戏开发者抛出橄榄枝的平台是Steam 关于Steam为什么能够在中国存在一直是个谜团 可以说90%的Steam在售游戏都是无法过审的 当然了 Val非常感谢中国政府的绿灯 所以很自觉地关闭了社区和好友功能 来防止所谓的境外势力 2019年的还愿 由于小熊维尼事件触碰到了中国的政治红线 还愿也被Steam毫不由情地全区下架 这对于一个独立游戏来说是混变性的打击 只不过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总而言之呢 Steam成为了除盗版下载网站以外 唯一一个中国玩家可以接触到世界的游戏平台 也是中国开发者能够合法贩售游戏的新希望 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独立游戏元年是2013年 因为那正是Steam来华的日子 历史部分我们就先聊到这 接着返回来我们来说说独立游戏 独立游戏产业在西方已经非常成熟了 像是2013年的反乌托邦小品级作品Paper Please 以及2015年的Undertale都脱颖而出 这些游戏的募资方式无非就是放出概念 然后通过社区募资 或者是被Take2这样的发行商向重 来支持后期的开发 但在中国社区的概念是几乎不存在的 人们在互联网上相对独立 而游戏咖行商像是腾讯 也只关心可以快速盈利的手机游戏 所以独立游戏开发者的资金压力非常之大 每个人几乎都是兼职 他们中的很多人平时在互联网大厂里 充当一颗微不足道的齿轮 一有时间就来追逐自己的游戏梦 而缺少玩家社区的基础或者大厂的背书 导致优秀的作品定价却不砍太高 风来之国这样优秀的作品 完全可以和八方旅人这样卖300多的日常RPG肩并肩 然而就像刚刚所说的 缺乏强大的用户根基和行销资本 最终成品的定价在中国只有68人民币 相当于10美元 再来就是腾讯的垄断 腾讯几乎决定了大多数中国人 能够看到什么 能玩到什么 能听到什么 和生活信息相关的WeChat和QQ 是中国十亿多网民工作生活必不可缺的软体 买断周杰伦的歌手版权的QQ音乐 导致想听流行音乐就必须开送QQ音乐的会员 再就是腾讯旗下的游戏工作室光子和天美 每年都投入大量的资金开发课金手游 中国最大的视频平台Bilibili上市后 都难逃腾讯的魔爪 被腾讯参与控股 今年甚至还想收购中国最大的两个直播平台 火牙和斗鱼 然而就连政府都看不下去了 连忙叫听了这笔收购案 腾讯的CEO马化腾在2016年当选了全国人的代表 虽然名音上来说 人大就是代表了人民 不过从实际情况来看 人大代表就意味着腾讯已经强大到有政治话语权了 这感觉就和前段时间 Facebook和Google面临的反垄断听证会 只不过祖伯格不是被质询的对象 而是国会议员中的议员 如果有人质疑他还会被说 你怎么能反质询议员呢 还有从日本手游中学习到成功公社米哈游 以及网易这样手握一堆IP的大厂商的声音 淹没了无数独立游戏开发者的声音 同时这些开发者们只能在像是PTT这样的论坛 和极客这样的博客网站上面 PO出精美的概念图和发帖宣传 收获的确实是寥寥几百个粉丝 如此艰难的环境下 近几年来的独立游戏成品又是怎样做出来的呢 这就要聊一聊光明记忆无限这款游戏了 这款游戏之前我们有提到过 它是只有一个人开发的 所以成品看起来会遥遥无期 但是聪明的开发者 使用了一种叫做Vertical Slice的营销模式 刚开始的光明记忆流程整个只有40多分钟 称起量就是个demo 而Steam商店的售价却是完整版游戏的售价 通过给用户一个承诺 说完整版的游戏将会免费赠送给购买了光明记忆的玩家 这样的策略虽然收到了不少争议 但的确给开发者带来充足的资金 让后期的大规模制作流程十分顺利 《风来之国》则是早早在海外拥有了自己的粉丝群体 同仁作品 良好的本地化更是让社区模式帮助到了《风来之国》的诞生 啊 这里终于要说到一个很重要的点了 那就是中国游戏终于一开始重视本地化了 本地化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游戏能否顺利进入国际市场 而本地化看起来只是把游戏翻译成对应的语言 但是好的本地化才能真正的让非游戏原语言母语的玩家 感受到游戏的乐趣和艺术价值 像是今年微软旗下工作室 Double Fine出品的《一行原2》 玩过的人都说这款游戏十分有趣 因为它做到了将人类的心理疾病感受和形象化 这是个难得的题材 这款游戏在英文国家升起了很大的讨论热潮 而在中国的热度呢 这并不是说没人知道 很多哔哩哔哩的BTuber发现了这是个非常好的影片题材并做成了影片 播放量还真不错 收益当然也不错 看了影片的观众也觉得这个游戏不错 可真正去玩的人呢 几乎没有 因为它只有英语 在中国大部分的玩家英语并不是很好 就算受过高等教育的玩家英语也很难达到母语水平 这就直接导致了《一行原2》在中国的冷门 而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风来之国则做得很好 像是简中和繁中的对白 如果你游玩日语版本 那么整个游戏就完全看不出来是中国工作室制作的了 以前的中国文化题材向来都是自产自消 外国玩家全然不知中国文化的魅力 而黑悟空做到了 黑悟空的工作室游戏科学也不过是几个年轻人感觉游戏行业在国内远远上不上一门科学 而是充斥着当前成功产品反应堆形形色色的成功学 所以想要创造自己的IP打动自己 改变对游戏艺术逐渐麻木的中国游戏市场 黑悟空的演示视频是全中文的 却还是赢得了西方观众千万次的观看 他们打破了中国游戏身上的紧箍咒 那就是中国游戏只能给中国玩家玩 更是让长期忽视中国的IGN的媒体都惊讶于 来自东方一夜崛起的3A游戏 再到今年的风来之国 戴森球 暗影火炬城 他们也向世界高调展示了 中国人也可以掌握多彩起1A游戏界满满的2D像素风 做出大师级别的配乐 编织各种类型原汁原味的游戏体验 2016年 上海的皮克皮只有一个美工 一个程序员 一名动画师 就这样一个三人的小团队默默无闻工作了5年 由于他们没有注册公司 招募人员都只能发在网络上 皮克皮从一开始也许只是想致敬一下2D塞尔达 可他们对游戏的热震 让他们设计出了全新体验的谜题 让《风来之国》这样一款很可能被评为抄袭的作品 拥有了自己独立有趣的灵魂 变成了写给塞尔达和《地球冒险》的一封情书 我们只是想做个自己喜欢的游戏 皮克皮如是说 有很多发行商也看到了独立游戏的潜力 《风来之国》的大陆发行商《心动网络》 以前大部分作品都是换皮手游和引进国外的小游戏 当然这次也看到了中国游戏的实力 所以担任了《风来之国》的发行商 让这款Made in China的游戏也可以光明正大地sell in China 而不是Made in China却Only sell in America 中国的YouTubeBilibili也开始联合BTuber 以及很多游戏媒体 甚至是腾讯旗下的 开始扶持国产游戏 包括推出游戏视频 制作宣传页面等等 NVIDIA也开始协助中国游戏开发者 将DLSS和RDX技术引入到游戏中 中国的独立游戏能改善世界水平是件好事 但是对于多数中国的玩家来说还是很难体会到 纵使《风来之国》对于像素画风的精雕细琢 达到出来了独错美学风格 但对于很多中国玩家而言 却只是只可远观不可近玩 由于长时间接触面试层讯的MNORPG 和CSGO这样的竞技性FPS游戏 再来就是Steam上面大量的3A游戏 但中国玩家很难接受独立游戏的概念和风格 本土的游戏游戏群体却在海外 虽然获得了IGN等许多西方媒体 以及哔哩哔哩BTuber的关注 但很多人都只是叫好不叫做 最近推出的《农中窥梦》亦是如此 明明有着和纪念碑谷一样惊人的解谜体验 得到关注量却不是很多 在影片的前半部分我们曾提到过原神 现在让我们来一起聊一聊这只独角兽 稍等如果你看到原神就想开骂的话 建议你先暂停影片 给自己泡杯咖啡 让我们像喝下午茶一样谈谈原神 网络上关于原神的争吵声 似乎从释出一高片开始 一直到现在都从未停息 其实原神通过免费游戏的方式 也变相让从未接触过主机 人天堂这些世界游戏场上的中国玩家们 体会到了塞尔达士冒险的魅力 也是原神将其他优秀的中国作品 带入了玩家的视野 所以抛开争议 没有原神的成功 也就很难带动中国游戏的热度 所以把原神当作中国游戏的领头羊也确实不为过 事实上 原神能够得到这么多提名 也证明了人们更多的是认可 原神凭一己之力 提高了全球玩家对中国游戏的期待 原神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优势 也是中国手游的特征 那就是活跃 如果塞尔达传说想要增加新的内容 那么人天堂就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制作DLC 但在原神的世界中 每周都可以有新活动 从而保持游戏社区的活跃 不那么深刻的剧情以及大量的对话 反而使得整个世界可以动态调节 自由度很高 虽然很多人认为 旷野之息是近几年开放世界的标杆 但是原神所做的 是把这样一种自由度带到了移动平台 让人们无需购买新的设备 打开手机就能体验到开放世界带来的快乐 总而言之 一切看起来都还不错 是吗 也许中国游戏的黎明真的要到来了 可是有的玩家仍然非常担心 这点惺惺之火很快又会被扼杀熄灭 去年 Steam毫无征召地推出了中国特供版的蒸汽平台 买游戏需要国民身份证 上架游戏也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 以及大量的金钱购买版号 虽然蒸汽平台一点也没少受玩家们的冷潮热讽 但随着Steam在中国区逐步关闭看似不浅的功能 也许国区Steam消亡只是时间的问题罢了 到这个时候 中国这些没有强大背景的工作室又该何去何从呢 也许以后的中国游戏都会被自愿接受政府的文化补助 然后又被政府牢牢控制住吗 思想在游戏中的奔放还会存在吗 也许 现在讲这些可能有些太过于未雨绸缪了 但是这些猜测也并不是空血来风 以上聊到的内容可能会让各位玩家为中国的游戏不禁捏一把冷汗 但是话说回来 中国游戏产业终究还是有希望的 近年来 中国对于外资企业表现出欢迎的态度 PayPal等国际企业纷纷入住中国 当然了 这个欢迎是针对于所有外资企业的 也就是说 外国的游戏发行商完全可以进入中国发展 而这些优秀的独立游戏前辈们 以用销售数据证明了赚钱的游戏 不一定就是靠抄袭和微交易 腾讯虽然唯利是图 但是他也并不傻 看到买断机制的单机游戏仍然有市场后 也许会开始投入支持 黑悟空就是很好的例子 在黑悟空的预告片震惊四方后 腾讯很快持有了5%的游戏科学的股份 虽然很小 但是足以证明中国的大厂商对此还是有在关注的 更何况国外的游戏发行商 有了资本的入场 再加上外资游戏发行商不同于腾讯的眼光 像是风来之国的海外发行商TricoFish 使得这些制作精良的独立游戏 延许也有机会大声说话 让中国的玩家们了解到游戏的不同可能性 从而能够打造出真正的本土3A大作 当然了 也不要担心和外国的游戏发行商对不上脑波 就如我们之前聊过的 风来之国的发行商心动网络就转型成功 开始积极地与更多的国产游戏合作 就像是刚刚提到过的龙中窥梦 好了 那么聊了这么久 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也许只是希望各位看到中国的游戏产业 白隔针流中的现状 被集搜虽小 但也散发着光芒的小船 它们也许不是最快的 和大船比起来 也许不是最有压迫气势的 但是它们的的确确像很希望 所以下次 你看到来自中国的游戏 或者中国的开发者 或许可以试着放下刻板印象 想想我们今天聊的 在中国还是有很多保持着理想开发者 在纯粹地追逐第九艺术的梦想 中国的游戏开发者 也请不要过于担心自己的未来 虽然产业形势显向俱生 但是其中也有来自无数开发者内心 不屈地呐喊 它们在用行动告诉世界 中国的游戏正在不断地进步 只要坚持心中的游戏梦 终有一天 必将通过重重难关 到达光明的彼岸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了 如果觉得不错的话 麻烦按赞订阅并开始小铃铛哦 我是ZERO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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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